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呢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但我已经累积了很久了 所以我终于终于终于又要来开箱东西 其实我的东西来了一下子了 只是我还没有开 因为我的三脚架坏了 结果我爸爸还是修好了 但无论是OK 有免费的好过没有 Extra的 just in case anytime 我的三脚架坏 所以我也是要跟你们吐槽一点东西 进去的时候我慢慢会跟你们讲啦 所以你们今天就可以看我开箱这边 全部的东西开箱完了之后 我才会来分开的视频 再跟你们介绍它 individual的东西 我觉得呢 这个包裹好像没有什么衣服 等下我们才开来看吧 yes so actually 第一个呢 我开的已经是我的三脚架 after that 我开了 我才realized actually 它的三脚架 那个新的跟我这个旧的 is exactly the same 我买的 actually is just 它来的additional的那些配件 which can be used together with 那个三脚架吧 它全部的三脚架 都是一样 都是basic的 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不懂whoever is interested to hear this 如果你们没有拍视频那些 I don't think 你们会 对三脚架很有兴趣 but because it's whatever they have purchased 我只是想要跟你们讲它的差别 and everything啦 ok 之前我买的呢 它是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我不觉得我很需要很多 extra的东西 我只是买它的三脚架 跟它的这个 bluetooth timer的这个东西 可能多一个不懂什么extra的东西啦 so它是很basic 蛮便宜的 I think 才少过20块而已吧 今天的这个我买的是 有差不多30多块 我觉得还算是quite affordable 因为我觉得 在全部的三脚架我买过的呢 这个的quality 算是最好的一个 so I really like it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有些什么配件 它来的很多配件 我也是买了多一个bluetooth control 因为随时都可能会用到 你要拍照之类的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one on hand 很多不一样的 这种camera grip的东西一起来 这次我买的呢 三脚架 然后它也是可以hold住电话 那个什么 灯圈 ring light的那个东西 它来了很多这些 碎碎的零件 which我不懂有什么作用 but it's ok spare part spare part 所以它是一整个箱子这样子来的 actually包的蛮好的 牌子是这个微风的 我也是会放在链接在小格子下面 如果你们有兴趣买三脚架的话 我觉得这个的quality是很好 不错 就是买一个三脚架来拍照 我觉得也是ok 而且它很划算啦 也没有说很贵 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ok to buy actually 它也是有跟这个 灯圈 我不懂我哈怀疑叫什么东西 一起来 ok 比我想象中的大一点点 它没有是我像现在这个ring light这样大 我现在这种的ring light 它是很大 所以它的那个灯也会比较强一点 可是它这个actually 你要比较到这种大个professional的ring light 所以这个算有一点点小啦 它是USB cable的 ok so it can be one downside 因为如果不够长的话 你很难connect 所以你需要有那种 socket head which可以插USB cable 或者你要有那种extension 东西来插USB cable so可能会有一点点麻烦 but I would say quite a good thing if 你知道 Normally China的 它们的头都是两个头的 so 你会需要 adapter to插那种两个头 so USB may be a simpler option 刚才我try even though我一直按加加加加加加加 按到蛮最大的whatever but它还是没有很强 so I think 它的灯没有很strong啦 它的walk wise 你要拿来拍照啦 可能做直播之类的啊 我觉得是ok 可是你要拿来拍视频的话 而且especially是在晚上 因为拍视频我会这样的有一点距离嘛 我不会说很靠近的拍 所以这个的话 你要比较靠近一点用的话 它的灯还是算有效果的吧 如果你是要在比较远处这样子用 灯就不够强 独照亮你的房间你的脸 and everything yeah that is one downside to this and another thing is 我没有考虑到的是 我只是看 哦 它有灯 哦 它可以 like 加 extra the camera phone 因为 现在我也是很喜欢拍 tiktok 视频嘛 so 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我可以 夹住在那边 然后这样子拍一个比较好的angle so我就心想 oh myself这次 因为since我已经有需要用到的 then我可以买它的 有可以夹电话的 so我可以一边录视频 然后一边夹我的电话在那边 我要拍tiktok video 会比较容易啦 for那个 angle wise that's why我这次买那个可以夹电话的 but 我没有去注意到的就是叻 原来这个吼 因为我是用camera来拍 so我camera已经是 screw进去它的最高上面的那个东西了 this is supposed to be in the space of the camera 如果我要screw这个进去的话 我就不可以用那个camera 因为 it's literally the same spot for the screw that means它这个只是给你来用for when你有夹电话的时候 如果我要夹camera的话 我就不可以用这个 so that's one downside啦 it's quite sad I'm like oh my god how can I not realize so I'll pop去看它全部的options after它来我开起来 I'm like 这个要绑哪里 没有一个的照片是可以有绑住camera的 你知道吗 so I have no option to use this I think这个要等到 like when我只有要用电话拍视频的时候 我才可以用 so it's a bit redundant all in all我觉得它这个的quality not bad 之前它坏的原因是什么啦 它这边的这个东西呢 它actually是可以screw 来跟它调整 来跟它弄低一点进去的 你可以弄高 调低 调高 都可以up to你 我好练 我就是整个这样跟它扒上来 I'm like oh ok吗 它也是没有说 like 你会resist or anything but actually it's supposed to be a screw thing so我就整个跟它扒上来 第一次 ok 第二次我再扒的时候 它整个就跑出来了 然后我就不会这样fix它回进去 so结果我爸爸帮我fix啦 ok It's oh that's why我很desperat那个时候 因为I'm like oh my god no way like它坏啦 然后我需要很urgently的去买 偷一个新的 It's fixable Nothing break or anything so that's a good thing so now I have literally one extra triboard but it's also good啦 我真的是很喜欢它的quality I think it's very nice 它也是有跟它的一个pouch一起来 so如果你要带出国啦 你要带去staycation 你要出外景之类的啊 这个你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带出去用 我觉得也是很方便 真的真的 I would say fortriboard来说 Quality and price wise 它的性价比很好 so我觉得很值得买 我要吐槽的东西叻 就是上一次我是从 $299免油那边买的嘛 所以这次我就回去 同样一个area去买 $299免油啦 since它免油 然后它来的也是蛮快的 我就心想买 so I just buy back from the same place because I like this brand I like the quality 就算我买那个 with ring light啦 with phone holder 那些什么东西啦 它也是才来 100多人民币 so它还没有hit到那个$299 因为这个才来 I think 30多块 所以我就故意去找 我找很久 我 scroll很久 我去找别的东西一起买 to hit up $299 结果就找到那个 盲盒的展示柜 比我normally在shopee 买更便宜 normally我shopee 买都要至少 差不多$15-18 for一个 display case罢了 在淘宝那边 才一定来十块 十多块 这样子 但他们 like Oh my god such still like ok 我会 just从那边买 为了达到那个$299免油 我 literally买了三个盒子 ok so that means I need to buy more盲盒 but that's not the point for no reason 我买了多三个盒子 and also one of the sticker ok so the sticker thing is 那个 sticker actually 我是选了好几个 but then 就只有那一个 可以满$299免油 so that means 我为了那个免油 right 我故意分开那个 sticker 来还钱 so I think那个 sticker 我是要还 extra shipping fee whatever something like this and我记得很清楚 我的 total bill 是 about like $301 这样子 so刚刚好 hit到 after $299 and even after all the discount and everything ok so I remember the very final price that I paid is 301 300多 around there but after that 我就收到那个whatsapp message 因为如果你是用那种 急运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会 send你message啦 for菜鸟 跟你讲 oh你的东西到 转运场了 然后你可以全部 加在一起 还钱 才ship出去 and I received the message then I'm like 为什么我会收到这种message I know that it's not a scan message啦 因为那个account 它之前已经有message过我几次 so 它有record在那边 so I know it's the legit 菜鸟account 我进去 and then我看 it is actually under急运 他不是 under 299 even though when我checked out的时候 它明明是 under 299 so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is the problem 然后我去问客服 客服 literally took more than I don't know how long to reply me like the whole journey when I grab from here 那时我去 staycation to msocial which is down area is more than like 30 minutes right the whole 30 minutes 我一直进去那个 chat 在那边check right 他没有reply我 at all 他跟我讲 oh你等一下 你笑等一下 然后 就不进去了 然后他就没有回我 and I'm like oh my god the customer service really sucks ok我跟你讲 China the customer service really sucks like hell 很久以后了 我再回去进去看 那个chat已经是closed了的嘛 因为你很久没办 他就会closed了 and他closed了 我才看到他的那个message 里面写 oh你在那边 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这个option 在那边写 but I don't even see anything I follow whatever is in the picture to go and check like 完全没有那个section that我可以看到 at all so 结果 懒懒咯 even if我再去问他多一次 I think the thing will still be the same and then我真的是很急着用我的三脚架 那时还没有修好嘛 I'm like oh yeah whatever啦 I'll just pay for a shipping fee no choice啦 because他已经是在捷运唱了 I don't think I can make any adjustment for 他的整个东西 anyway if我要的话 normally他们都是会叫你 先退款 你要退货 然后你要再重新购买多一次 and the whole process all over again I really don't have the time to do that 我真的是很需要录视频嘛 结果你知道我需要还多少的运费嘛 加那个display case and everything and somehow the weight that they always they always make the weight to be so much heavier than what it's supposed to be like I don't believe that the weight is actually like 6kg plus for他一个三脚架 plus他的display case 他有多一个sticker罢了 你跟我讲6多公斤 没有很相信 but okay fine 结果我需要还60多块钱 for他的shipping fee for no reason I feel like I just wasted 60 plus dollar when I literally could it's literally the shipping amount 是literarily the whole amount of my bill and just a little bit more I have to pay like double of the price you know for the shipping fee that's what I feel 就是 oh 月望钱就对了真的 so even though I checked I'm quite sure that 我有看到满299 menu 我才check out but in the end I still got charged for the shipping fee so no matter what maybe you all can double check triple check 我只是想要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like warn你们 that you all really really have to just see properly at the checkout 我在check out 我是有看到是$0 for那个运费的 but somehow for no reason they still managed to charge me for $60 for他的集运 no matter what you do at the checkout page right 你要screenshot screenshot他的那个shipping 是不是$0 是不是满299 menu and everything just screenshot everything as evidence 过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at least你有那些照片 to you know backup whatever that you see at the payment area you know but always always this kind of thing happen to me you know you know 我觉得每一次我都是在还很多愿望钱for 愿费 and I'm super pleased about it啦 like $60 耶 just to ship this thing and also 3 more display case over ha ridiculous oh my god 希望你们enjoy我的这个story 先来开我的display case 重点是我买了这么多display case 我暂时还没有 一直可以放 一个 两个 然后第三个 这个display case就是很simple 白色的一个 is the exact same one啦 just that honestly你从shopee买的话 它也是从中国来的 just that 它提高那个价钱 because of you know 要赚钱啦 shipping fee and everything 你要方便 OK 方便 快的话 然后可以赚 coin 你就可以去shopee买 因为shopee你可以赚那个coin to get cash back normally他们很多都是 maybe like in stock 或者 even if it's from china 他也是运过来蛮快的 so I think still ok 价钱会高一点点 because you are just paying for the convenience and everything but如果你ok to turn的话 你要便宜一点点 完全是可以去淘宝 因为淘宝的这个有便宜他们 at least 5-8块 per piece so that is a very big difference for the price 我觉得很划算啦 if你有很多东西你要display的话 你可以just去淘宝 mine is a lot more affordable oh oh 我知道了这个我是用那个 吉韵来运的 因为我太兴奋了 for这个 I was like oh my god I really cannot wait for that fitting so I'm like F8 I'm just gonna go for 吉韵 因为吉韵我知道会来这边快一点 oh my la how is that 东西也是 我也是买了好几个盲盒 I think到时候我才会开给你们看 oh what what is this I bought this oh ok 我买了这个盲盒 这种的corrector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I actually spent so much on 蒙盒盒 this time It's freaking crazy I think I really went crazy with 蒙盒盒盒 然后看 oh my god 这个很好看 那个也很好看 然后好看的都买了 oh I think it's the sticker that I bought Yeah my la is a sticker 可能会有样子 Oh my god Yeah super this is one of the very first one that I actually 我 actually买它一整套的盲盒 Crazy 我不懂我是买全部 by random 还是全部都已经是 maybe actually这个没有开过的 这个是缝石的 so它好像是 2 6 现在好像只有6-7只 当时候我给你们开箱 我们在一起看吧 我不懂它里面有些什么 它就是这个珠珠的设计 我觉得很好看 I guess luckily我买了三个 display case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新的盲盒 I definitely need somewhere to display it right now wow pack到这样子了 还有一个盘 在下面 oh my god this is the oh my god 这种foam的东西我一定学乖了 好不好 我真的是要小心的看 因为most of the time 它里面是有玻璃在里面的 so be careful yes this is a casing 限量版盲盒 的一个display case ok不是限量版 what the hell 隐藏版 DIY的一个 casing background kind of a thing which很多人喜欢拿来 sell他们的隐藏版 because it just make it look nicer after seeing它的这个DIY这边 很多人都会leave review like留言讲 置地怎么样啦 盲盒放在里面 and I'm like oh my god 那么多人都有隐藏版的盲盒 全部都这样有钱的 我不相信它全部都是 自己一抽就抽到的这样子 so most likely 他们是去买那种开箱过了的 然后确定是隐藏版的 but you know normally那种 the cheapest that I see before 都最少要七八百人民币 so that means 新币最少要150 180 那是最便宜的 and it's crazy I know the price is really crazy but I think 因为你一次过这样子 付那个钱的话 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是很多 很心痛 你花这么多钱 再那么单单一个 划算吗 你又要想叻 如果我是买很多个盲盒 我买最少十个啦 一个算它来15.9 something like this then you买100个 就多过来15.8 这样子 sorry 100个 what 十个 你买十个 你买十个就已经超过150 180这样子 没有一个拿到隐藏版的 then you have to spend even more money to buy更多 just to try to hit on the隐藏版 which end up the隐藏版 will cost a lot much more I mean yes 你会拿到很多 more of the盲盒吧 你确定你卖得出去吗 所以 i think that's how kow保的人赚到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真的要买很多个 你才买得到那个隐藏版 或者你很lucky的话 你才买得到 so anyway 我要跟你explain这样久 是因为我也是买了一个隐藏版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吧 是一个扁扁的放出来的 我有买到这两个银吗 不记得了吧 ok 有了这两个银的东西 不知道我装定了什么东西 包装纸 I do not expect to do this kind of quality I wanted this kind of 以前你去Victoria's Secret 买东西 它给你那种 pink color纸 那种 quality 这个是literally 包鞋子的那种纸吗 It's not what I'm looking for 我不要耶 这个应该也是包装纸吧 不一样的包装纸 就因为我买了很多那些 蜡烛的东西来弄嘛 然后我想要 打包装的每一点啦 but what is this? oh ok I didn't expect it to come like this like in a whole stack but these stickers are so cute 你看 很美了这个 sticker 我想要粘在那个包装上面 讲讲叻哈 有点韩国韩国风 这样子嘛 就蛮aesthetic的 aesthetic的 my god tank cute的 but then it's in like 这种carnivor stamps的这样子 very pretty欸 I love it欸 我等不及了来用了 oh my god so nice actually蛮多的一叠 oh it's so big oh oh ok it's like this Can you please oh okok我记得了 我有买 but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like this thing nice iqia的那种display case 这个是用木做的 之前我买的那几个是 plastic的 有backing在后面 so它后面这边不是空的 所以可以顶住那个盲盒 and actually it's quite nice 蛮高的 so你要放那种比较高一点的盲盒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 它的这个宽度也是挺ok的 so overall not bad 我觉得我可以display 在我床旁边的那个shelving那边 so it will look quite nice and它的木真的是蛮厚的 我觉得它的那个quality 真的是挺不错的 菜鸟的开完之后就来开我 普通的淘宝的东西 bay it's always so big 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衣服了 可是真的真的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衣服咧 真是 iqia的这像是我那些蜡烛的东西 oh my god 很多欸 我先拿一个太低落的湿纸巾来骂一下 超肮脏的 哇重点是 它这些全部小小个好了 我要救 我要救拿你 我需要一个袋子来放 我下一次再跟你们一一介绍啦 今天这些东西太多了 what is this? 很cute欸 它用这种heart shape的bubble wrap来包 我是有买一整套 然后我买很多单买的也是 oh 嗯哼 这是颜色吗 为什么是叫春绿呢 等一下 这个是颜色吧 哇 我家有点点痛 我们有一些干滑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this one feels like silicone 哇 它这个的触感超好了 好不好 damn 软至果冻 辣 所以它是那种 jelly的辣来的 欸 它的触感很好啦 这样 I can just literally squeeze this all day 有一些东西都不懂 是我买的还是它送的 还是那个套里面的我也不懂 给它这些全部都是它的颜料 我也不懂它的质地好不好啦 我是看留言是还不错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草莓吗 它也没写是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啊 橘子的梦 我不觉得你们看得到 因为它这个是透明的 所以有点难看到它的形状 然后我买了一些extra的 candle wig wax 就算有少东西 我应该也会不知道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也没有去you know 清点一下 soy candle wax 它有什么wax 一大堆wax apparently不一样的wax 是用for不一样的东西 是有差别的 有一些wax是mall 你要做这种 用mall的这种啦 一个jar里面的那种 is a different kind of wax 又是干的东西 for decoration and more jars 它真的是包到很好 ok wow what is this 它是一小个玻璃瓶 这样子吧 上面有洞 下面有洞 我不懂这个是for什么来的 小个草莓的mall cheese mall 它是有从两家不一样的店家 要买这些东西 so i think它全部都放在一起 全部都混杂在一起了 a lot of wax i can do a lot of things oh my god 因为我就不想要来一点一点买齁 then then I just want to 分开季 第一要等很久 第二那个运费那些 又会更贵 that's no point so myself just 全部 one shot that's why我会讲啦 whenever I have a new hobby it is really very terrible because 我的hobby normally 都需要花钱买那种材料啦 ingredients like 通费啦 journaling 而且我需要买sticker啦 it costs a lot and then usually i will buy a lot of things and any of the day i will have another new hobby so that means the old stuff will just like be there whenever I have a hobby it is a very expensive investment 真的是要通真的真的 oh 这个是它的香药 终于 秋奇饼干 it's just 饼干的味道 ok it's silk though ok啦 改天这个给你们看啦 mixing bowl but ok smaller than what i expected it to be ok i have like 一个tulips ok sorry 两个 为什么它的quality啦 有点脆 oh ok oh i didn't know i bought 2 white tulips 因为现在 like还是68的那个 period嘛 so我最近又买了一些 假花 somehow我一直看到那些照片 oh很好看 然后我就很想要再买 so i literally bought more tulips then看那边是写 oh你买5只的话 它可以跟你包在一个 austic wrap里面 so it looks nicer or something so我买了5只 and我又有买到白色 so这个是两只 我那边已经有at least like 三到四只 不是 我是要开 tulip farm嘛 哈哈 有一包花 蛮美的 它没有黏那个sticker like 讲它是什么 我真的是很难去区别 你知道吗 Electric plate for heating to melt your candle wax oh my god i got more genny wax eh why did i get so many genny wax i think我有at least 4包genny wax eh crazy by a lot more 蛋糕的 but ok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so small it's super small what how do i pronounce this cannelly cannell 我不知道 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了 这个好像也是蛋糕的 mo 听说把这些mo好像是要剪开来 才可以比较容易把它拔出来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这样子买了你要剪开来 又好像很心痛 好像弄坏它 这样子 is it supposed to be 蜡烛 or something i have no idea it would really help if you label the plastic plate i have no idea what is everything oh e-chain so cute oh my god i need to open this is this like the legit one i also don't know bryan in a cheese form so damn cute what the hell super cute i know 他有一个小个的 cheese在那边 i love this oh my god so pretty it's supposed to be from kakao friends but我不懂 是真的 是假的 他有一个 QR code oh my god kaufu 包 oh ok i think this is phone stand but it's in a cute form so it's like in the 面包 form i think 你可以放你的电话 这样子 i know meh it actually works 或者你可以这样子放 hey oh i like this 我也是买了 多几个 加睫毛 因为我现在很喜欢用这种 仙女睫毛这种东西 so it's like 一根一根的那种 and this 我有买到棕色 好长哦 买12号 它起来很长 最近刚买完很多东西 所以我刚买完这一批 我才看到另外一个的 oh 我觉得很好看 我刚买完东西了 so I have to wait for the next one 全部都是12mm的 就是1.2cm 最长的 最长的 是比较长的 一盒中色 然后两盒黑色 这里有很多一粒一粒的 有点累了 我不想开 我大手我再开 oh 又是夹睫毛 有点像那种anime 仙女毛的那种睫毛吧 but它是一整个的 不懂会不会好看 看起来很自然的 好像没有超级名字 什么好啊 他们每一次都是送 这个牌子的 Eyelash Gouda 每次都是送一样的 你知道吗 之前我买化妆品也是送我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买它的亮片 然后送我一大堆东西 我只是买你三包 shimmer而已 你要送到我这样多吗 然后给它送我来三支 Eyelash Gouda shimmer shimmer的东西 我想要放在眼睛上啦 可以做一点点缀 会蛮好看的 最近刚好我需要去bondi 所以一定有比我的好选择 我可以沿在我的眼睛 跟刚才那个手机指甲 一样变 买的这个 好像是蜡烛诶 嗯 闻起来就是那个饼干的味道 很香诶 蛮好看的 这种cheese的蜡烛 嘿嘿 可以先给它包起来 嘿 这样我每次要录视频 外面就这么吵嘛 一只BB波波 哦 这个我好像是买那个 DONALD DUCK的 drawer thing It's called a cute small case 它的嘴巴是它的那个抽屉的东西 把它超级小 里面真的是很小 真的是放不到什么东西 It's just a cute decoration changry changry 什么来的这个 你买鞋子吗 这个我不记得我哪里 腰头 哦 这个 我买了高跟鞋 因为 somehow 我对自己有点小 那种细跟 之前我买了一个吧 它太滑了 我不觉得我会穿出门 这个不懂会不会滑 等到时候 我有试穿衣服 我再顺便做一个解说给你们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It's quite simple Looks very big This is in what size 245 这是39号吗 我应该是没39 不知道 这个的根是8cm 看起来其实没有很高 所以应该走路那些还ok 只是看起来很大 我穿起来会不会太怂 我的脚有这么大吗 它的照片是看起来很好看啦 到时候等我穿了 我再跟你们讲 我先收起来先 It's all like foam Oh my god 又是玻璃吗 没有很好的感觉 小心点 Oh my god 我听到玻璃的声音 Oh my god 花瓶 Findly 一个花瓶 我没有打碎的 哇 诶 not bad勒 quite nice very classy 有没有 擦我刚才的那个 两支Dulip在里面 Ui Nice Oh my god 我全部的Dulip可以擦在里面 我不懂要放哪里了啦 那位置放呢 OK 还有多三个箱子 What is this Did I buy this Obviously I bought this But like When did I buy this I don't remember It looks so cute Can you see the packaging Sorry 我忘记给你们看 好像是LEGO来的 我要去其他里面 Kid up run Oh my god Wow packaging on point 耶 packaging 100 points 啊 Oh ok 为什么这种LEGO 我每次都要有这种说明书 而且它的说明书这样厚 蛤 我要看这样多页咧 Let's do do 这个 你怎么搞错啊 很多小小个的LEGO在里面 Even它的角色都是 Under零件的 So你要自己 build 诶 shit 啊 我家里哪里有这样多位置 可以放这种东西 我要被骂死 我跟你讲 圣诞节的这个LEGO OK I know it's a little bit early But I thought it looks so cute 我怕到时候等到我要买 已经没有了 Yeah I want to 我知道我朋友不会看我的视频 So it's okay I'll just show you guys Normally我穿圣诞节的东西叻 因为我跟我朋友都蛮喜欢圣诞节的 So我会喜欢 然后我觉得她也是会喜欢 So我会买我一个她一个 或不懂等到年底她会不会有时间 to do this But I mean I already buy So she will have it in her room I better she do it or not Yes 我买了一个 给我自己一个给她 for这个LEGO的鞋 终于开完了 Oh my god 我累了 我的腰很痛 衣服我真的是只有几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像你们今天也看的开心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那就记得点赞咯 记得我这些全部 Individual的东西 我会放在另外一个视频 来 show你们 for close up view 如果你们有兴趣看的话 或者你们有想要连接 所以你们可以去哪个视频 这个视频我就不会给你们啦 我只是跟你们一起开箱给你们看吧 OK So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Bye Bye 我记得 那个摩托 任何人都 那个 呃 什么啊 挖马 下马尼 I need to stop dropping things I say 哇 那什么 What shape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is this What the hell is this 啊 又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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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